9月13号的19点27分 王菲发表微博称 这一世夫妻原尽致此 一时激起千层浪 没想这可不是开玩笑 随后的20点15分 丽雅鹏同样的微博 辨认了离婚的事实 并称不存在财产分配的问题 女儿李燕将跟自己生活 之后便娱乐网站发布了 两人在乌鲁木吉 看离婚协议的照片 而当晚获夕王菲将坐航班 从乌鲁木吉返回北京 乐芬天记者也第一时间 赶往首都机场T1航站楼 如临大帝 然而记者的强大正是 统统哭了空 原来王菲并未走普通通道 而是从贵宾通道秘密离开 到底是什么 另一只恩爱诗人的两人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忽然抵出分手 原因确实扑朔迷离 难免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 有时候是因为王菲与俩 母亲婆媳关系长期不好 最终导致两人离婚的 也有说是第三者插足 俩鹏早有新婚 致使婚姻破裂的 更有说王菲已经厌倦了 忙碌世俗的婚姻生活 早想皈依国门 爱情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激情的东西 确实是不会长久的 不过猜测终归是猜测 相比之下 我们或许可以从 俩鹏微博声明的字里行间 看出几分端倪 俩鹏说自己要一个 固定是个传奇 看来两人的矛盾 似乎与王菲的天后身份有关 因为她在公众心目当中 是有一个非常高的 所以不管是艺术上 还是真的上 现在这个 王菲至今在乐坛 有着无人撼动的地位 和俩鹏结婚之后 除了偶尔开演唱会之外 基本属于隐退状态 但两人离婚并非因为财产 也不是因为外遇 唯的可能造成两人矛盾的 便是王菲的事业心 俩鹏希望有一个 嫌弃良母 有家庭的感觉 可是在女神的身上 她找不到这些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一定是能够有他们 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 相处方式 没有这个的话 如果都是按照大家想象的话 那这俩怎么演啊 就像李亚鹏声明中所说 爱你如初很遗憾 放手是我唯一 所能为你做的 字里行间流露出 对离婚仪式感到无奈 像是暗示离婚 是王菲主动要求 他别无选择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一定是能够有他们 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 相处方式 没有这个的话 如果都是按照大家想象的话 那这俩怎么演啊 或许正是性格不合 才是导致两人分手的主因 不过直到节目播出的当下 当事人李亚鹏跟王菲 均未对离婚的原因 做出正面的回应 李亚鹏更是取消了 对王菲微博的关注 而两人的经纪人 也一致封口 拒接电话 对王菲大利亚的主因 对王菲大利亚的主因 对王菲大利亚的主因